今年的转会期成交量真的很大 而且还有无谓转辅助这样劲爆的消息 精彩程度可以说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 LUCD去狼队当主教练并不是秘密 而他也从TTG引进了射手盗仔 看来是要给妖刀上点压力 TTG这次转会期可以说赚麻了 久尾无患和盗仔全部成交 会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冠军班底还没有太大的变化 打野位置引进了小白熊 也给布然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因为小白熊是竞价了多次才拿下的 TTG花了这么大的成本 大概率是要拿来首发 另外金主爆料久尾的转会费不到500万 相对于他的人气来说 这个价格确实不算高 TTG也算是比较良心了 另外一个赢麻了的队伍是微博 主力阵容没有任何变化 小白熊 流浪 小翼 小灰都转会成功 赚了不少钱 Hero无畏转辅助的消息确实劲爆 引进小翼这波操作也被粉丝们喷麻了 但不管怎么说小翼已经锁了 无畏再转回打野的可能性不大 两人很可能就会一起首发 边路还买了伊斯大的阿旦 星恒目前没有准会成功的消息 如果流队的话 边路的竞争也很激烈 伊斯大花楼已经官宣 在坦然花海和紫阳不变的情况下 中射选择休息 因为和狼队抢盗载没有成功 所以射手选择了决议 应该是和亮宇竞争 中路演进了WE的黎明 具体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KSG演进了酒库和流浪 看上去是补强了 一曲和小A的状态 在二三年下半年确实都不算太好 这次两个位置的补强 也算是对症下药 不过主教练从行天换成点点 算是削弱了 如果边路没有拿下星恒的话 应该是轻于首发 阿泽会休息 另外夏琳也从Hero离开去了DYG 相当于是和小A来了一波互换东家 总体来看 这次转回期还是相当劲爆的 并且很多队伍的阵容 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动 春季赛的竞争肯定更加激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